一道命令 成就一位水利大师 或者说是一个科学家 一座水渠 住就一夜 光辉历史 他认为修渠是 立国立民之大师 天下第一渠背后的故事 就在新推荐 此法足以脾秦若秦 保韩国十年平安 郑国是一个人 人民 他姓郑 叫郑国 然后这个渠就叫郑国 一个科学家 他也不懂政治 恐怕韩王是想借修渠之名 意图若秦 脾秦吧 李斯做的其实就是将计就计 韩王呢 为了消耗秦国的国力 故意让郑国 郑师傅来到秦里 说我给你修这个水渠吧 他的目的是什么 消耗你的国力 然后他也跟郑国这哥们 也交了别的 他说你说实话 你就是人派我来 他说对 但是这事 我答应你 关中大地 可增加数万请粮田 不但农户 可收取更多口粮 军粮储备也可大大增加 且可以吸引更多的六国庶民 入我大秦 郑国他不是间谍 他就是一个工程师 一个技术人员 所以他被李斯拿捏的死死 让嬴政答应修这个区 答应修这个区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个区太幽默了 秦国忙着修区 择无兵马可以冬出 我韩国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李斯也是 他也不是特别懂水 当时他也是咨询了更多的转家 李冰盖的那个都江燕 说这个郑国渠 其实是收了韩王的一份大礼 韩王 谢谢 郑国渠的功劳 有你的一份 军功章 有我的一般 也有你的一般 天哪 我心里疯了呀 像你这么朴实无化 给我们送大礼 不多了 谢谢你这种 视人才为奋土的人 谢谢 通渠之日 寡人将为你加官尽绝 凡修渠之民 皆次风诀表情 光总要尝 臣定当竭尽全力 剧中嬴政对于修渠 他认为修渠是 立国立民之大事 事关一统天下的整体部署 所以嬴政是坚决地支持 大战前 定要让郑国修好那条大区 丸中拔蜀 涂涂肥沃 方可把我大清粮草充值 据中吕部伟在博书中 建议嬴政要尽快地修好大区 嬴政认为 吕部伟说得非常有道理 来 走 走 臣深觉此人不安正事 一心唯有修渠之水 借与我大清徐公们同时同情 臣已自身性命担保 郑国绝无二心 在剧中经过李斯的解释 以及嬴政亲自对于郑国的观察 嬴政了解到了郑国其实就是一个水痴 他一心就是想修渠 今三百里大渠贯通 关中父老再无汉澜之忧 秦尽得不尽之资 寡人以张郑国不适之功 特赐渠名为郑国渠 所以为了表彰郑国 嬴政特赐名此渠为郑国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